2月12号晚,中法小朋友新春联谊会活动在角如海时髦香槟蝴蝶圆满举行。 活动一时,中法小朋友组成的圆号乐团和铜管乐团先后演奏了蓝调布鲁斯和布纳纳香蕉。 蓝调布鲁斯古典悠扬,布纳纳鲜明欢快,两首曲目的不同风格,充分调动了现场朋友的情绪,为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气氛。 随后,包饺子活动就开始了,中法小朋友齐上手,共同体验中国传统美食饺子的制作过程。 擀皮儿,包馅儿,捏面儿,一只只饺子就在这群小朋友手里制作出来了。 体验包饺子只是第一补,接下来就是品尝这些美味的饺子了。 好吃吗? 是的,因为它很辣。 据了解,此次参加中法联谊活动的小朋友超80人,都将参加今年2月15号,在我是现代传媒中心金色大厅举行的第三届长州中法新春音乐会。 因为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我们是第三次在中国举办这样的中法善儿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他们对中国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是从书本里知道的了解的中国。 那么我想了解中国的文化,首先名以实为签,然后饺子又是实文化代表,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是饺子。 让他们亲自的去动手去包饺子,体验一下这个中国的饺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在大家品尝饺饺子的过程中,此次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